回收物、清洗、分類之後交給清潔隊 你知道最後去哪了嗎? 蘋果透過GPS追蹤 帶你了解回收真相 蘋果前往台北市中山區四平公園的垃圾回收站 將裝有GPS的紙容器 丟入標有一般類資源回收物的麻袋裡 等待訊號移動 希望透過GPS追蹤 瞭解首山之都台北回收體系是否完善 5點58分 GPS移動到位於巴德路的回收中記載 清潔隊將紙容器和其他回收物集中在此等待轉運 當天晚上幾點多 清潔隊將集中好的回收物 再往位於內湖的北區回收組成場 兩天後 裝載GPS的紙容器開始移動 我們馬上跟著訊號前進 一路穿越台北、新北 沿途我們完全不明白台北的資收物要去到哪裡 最後我們竟然跟著GPS來到位於桃園的 不知名資收場 這沒掛牌喔 位於農地旁的資收場 現場戰地遼闊 大門沒有任何招牌 僅有大型資收車抵達門口時才會開門 除了鐵皮屋之外 周圍疊滿大型壓磚 近看發現資收物全部混雜在一起 臨近是中油大型儲油槽 如果不慎發生火災 結果無法想像 資收場位於近航區無法空拍 透過衛星圖資查詢 發現這裡前年9月還是空地 去年10月已堆放大量資收物 查詢農委會農地盤查圖台 也確定這裡是農牧用地 為什麼應該妥善處理的台北資收物 卻大老遠跑到桃園農地上 為求慎重 我們再次回到四坪公園的垃圾回收點 將裝有GPS的塑膠瓶 丟入一般類資源回收物裡 將再次確定台北資收物的流向 GPS一樣在兩天後有了動靜 下午4點 GPS離開內湖北區回收儲存場 沿著高速公路一路南下 結果卻抵達新北市樹林區 桿園街一段的資收場 經過兩次投放 GPS路徑完全不同 對此我們向台北市環保局詢問 是否確實掌握資收物流向 今年的招標文件 北區是一直到9月30號 所以你剛講9月20幾號的話 這部分不是廣會 那是哪個招牌 應該是申保 申保 對 目前台北市北區資收物 是由新北的廣會環保處理 因此我們在12月第二次投放GPS 才會進到位於新北的 廣會環保 北市環保局也確實有到新北 查核廣會設施 不過對於申保 是否有在桃園沙倫設立資收場 卻一頭霧水 這應該拆成兩塊來講 合約是我們台北市合約在旅行的 但是這個東西它位於場子 它位於桃園 它如果有違和任何的相關法令 當然這可能是空水廢堵組 違反的任何相關法令 其實桃園市政府 他們自己就會去做處理 由於稽查 是當地主管機關的權責 蘋果也向桃園市環保局確認 位於沙倫的資收場 是否合法 如果它是屬於農業區的 農務用地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不會是一個 所謂的有取得工廠登記中的工廠 所以這個狀況的部分 有可能它就是一個 非法的一個儲存場 我的機會是很大的 經過20天 環保局三次稽查後告訴我們 位於沙倫的農地資收場 是由深保環保所成租 將購買的資收物 送到廠房押裝後 運回南部處理 違反廢清法 以及區域計畫法與建築法規 最終可處30萬罰還 桃園地震局也要求限期移除 蘋果詢問不願去名的資收商 是什麼原因 需要跨縣市設立資收場 我收了很多東西進來 我回收到這個法律名之後 我一定要經過打包 因為儲存場在台灣各地 有藍波、有屏東、有多兩棟 我必須要打成拼鑽 就一塊一塊的打成拼鑽之後 再加個儲存場 我一車 一滿車我用頭車載了要兩棟 但是我可以 我打成拼鑽的時候 我可以載到加年快20噸 那我一公斤的成本就多少 我如果不這樣做 我跟我回收 人家價錢一定會高 我因為我的錢本比它高 它不夠本嘛 它要做的標準有廠房 全部覆蓋 做的標標準準的 所有全部合法 全部有執照 這些全部都有的時候 它成本相對高嘛 但是你補貼的沒有那麼多 它做不下去啊 所以這60%回收數字 拿到國際上 人家一看的話 很多國家都是覺得非常驚訝 做這麼高的比例 但是如果人家一嘴吻下去 我們就完蛋了 目前國內支售物分類不明確 長混雜大量垃圾和碎鍋梨 導致國內支售物利潤越來越低 遍布全台的支售業者 為了生存 必須跨縣市承包僅有微薄利潤的支售標案 為了拉高利潤 遊走在法律邊緣 也讓台灣原來引以為傲的回收率打上問號